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院推出的 安卓的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 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控制 View Flipper 和Gesture Detector 实现手指左右滑平切换页面 在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Gesture Detector的用法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 如何使用系统控制 View Flipper 实现手指左右滑平切换页面 在本节课 我们来改造一下 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视力程序 将Gesture Detector 运用到 View Flipper的视力程序 进行手指左右滑平 切换页面的程序中 好 接下来我们就对我们之前写过的视力程序 进行改造 将Gesture Detector 运用到之前的视力程序中 我们先拷贝一份 View Flipper的这个 视力代码 然后将项目的名称改为 View Flipper Zesture Detector 我们把它拖过来 把这个关闭 好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写过的视力程序 我们在 之前的这个视力程序中 是实现的手指左右滑平切换页面 我们实现了 我们实现了 UnTouch 类似的这个接口 并且实现了接口中的UnTouch 方法 然后 当手指在屏幕上 按下和松开时分别进行判断 当松开手指的时候 如果是从左往右滑 我们 用这个进行判断 如果是从右往左滑 我们用 这个表达式进行判断 并且设置了切换时的动画 这节课呢 我们引入了Zesture Detector 因此 手势的处理我们就交给Zesture Detector 来进行 判断 做一些操作 好 我们就来改造这个实力程序 按照上几课我们讲的 Zesture Detector的使用要点 首先呢 我们要 声明一个 实力变量 是Zesture Detector Zesture Detector 然后再 Auncred的方法中 得到这个实力变量 给它复制 你有一个 Zesture Detector 购造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 第二个 参数是一个 继承了 Simple On Gesture Listure 的类 因此我们要 定一个 定一个 内部类 class My Simple On Gesture Listure Listure 他继承了 Zesture Detector中的 一个内部的静态类 然后在这个方法中呢 在这个类中呢 我们就要可以重写相关的方法 好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够到方法的第2个参数写上 New My SimpleOnGesture Listure 在onTouch方法中 我们仍然是 交给 Zesture Detector 来接管 因此调用 他的 onTouch Event 这个方法 把 Event 参数 传进来 然后 Return True 表示这个事件已经被消耗掉了 那么 Zesture Detector 如何来接管这个事件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段代码 剩下的这些代码 全都放在 SimpleOnGesture Listure 相关的重写的一些方法中 在这里呢我们重写 SimpleOnGestListener中的onFlame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屏幕上 滑动 然后 迅速的抬起手指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是 快速的左右滑动 这个手势 我们来重写 onFlame 那么相关的 一些 逻辑判断 我只需要 把这段 代码拷贝过来就好了 在这个onFlame方法中 我们只需要 最后 返回一个 True 就可以了 对于拷贝过来的这段代码我们还要做一些修改 之前呢我们是通过 onTouch方法中有一个motion event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调用它的get action方法 来判断是按下还是松开 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省略 这部分的判断 也就是说 因为onFlame的话 他就是只先按下 然后快速的滑动 然后快速的松开手指 所以 ActionDone ActionUp的判断呢 我们就可以省略掉 它都包含在onFlame这个操作里面了 而且我们也不必取得左右滑动时 手指和按下和松开的X坐标了 这部分代码也可以去掉 因此前面的这个定义的两个实力变量也可以去掉 这样我们如何来判断是从左往右滑 还是从右往左滑呢 大家看 在onFlame方法中有两个参数 分别是 MotionEvent11和MotionEvent12 这两个事件了就分别代表了手指按下和抬起式的事件 因此 如果是从左往右的话 我们就 只需要这样判断就可以了 12.getX 减去11.getX 如果他大于100的话 那么 就是从左往右滑 同样如果 11.getX减去12.getX大于100的话 就是从右往左滑 这个地方有错误 我们看一下 显示说 LoadAnimation这个方法 不是Apple Table 对于参数 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类啊 它是一个内部类 因此 z this 要改成 mainActivity -this 它所在的上下文 下面的也要改一下 格式化 这样 这样我们的代码就改造完毕了 运行下这个视力程序 好 我们通过手指来左右滑平 看看是不是仍然能够切换页面 好 从右往左滑 可以的 从左往右滑 也是可以的 这样 我们的视力程序 就通过 Z.getX 改造完毕了 万一捷克 就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集课再见